我是提前两年 这样去参加学习的趋势的 就是想我们搞发生的时候 有一个自己的趋势 掌握在自己手上 但是就是没达到那种 我们做饭店的时候 能够稳定的菜品 味道出来 找不到个要求 结果到最后还是没有长趋势了 我一直不觉得 做厨师是一个好行当 你想做的是什么 并没有特别想做什么 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做厨师 就考了一个 韩寿的建筑专业 所以就前期再去了几个工地去实习 结果都回来了 在我侄女那里 一个检测公司 我侄女她也是她的股东之一 对我来讲是跟老板吵架了 假如你在公司做事 你是一个很得力的一个 左膀右臂 老板都不想跟你吵 唐姐的公司 我是觉得下了班 到点就该走 但是又来了一个领导 在那里开会 滔滔不绝说 本来是五点 还是五点半下班 她说了半个小时 还没有要站会的意思 我就在那里玩游戏 就没有认真听 她就知道我在开小差 然后说了我 然后我给她一点脸色看 你还给她脸色看 你又不是老板 那里出来了 就到谷歌一个公司 原理公司 走了几个月吧 又回来了 直到矿工 还有几分以后 我们吵了一次架 我叫她滚出去 你自己管自己 住在外面 你自己总要吃饭 后来就听我西部讲 她带了款 叫房子 儿媳妇打电话给我 哭哭啼啼啼 什么原因呢 她说就是 我儿子不要 我生子去上幼儿园了 这是没钱 没必须 是没钱交学费了 学钱 那个培训 要一万多块钱 这几个月 孩子连幼儿园都没上 我老婆想让她上一个 幼小衔接的那种班 那个班要一万多 但是我们这个经济情况的话 可能不太允许 然后我就跟我老婆说 要不就别让她上幼儿园了 在家里报了那种网课 我儿子我也不能打她 要不然妈也妈不得 我打她不赢了 现在她比我高兴了 没办法 她不是没操心 但是她操的心 操在空处了 没有起到作用 爸爸怎么样做 才算是帮到了吗 能帮我找到一些 好一点 可以长远发展的职位 或者说行业吧 而不是说 我只能自己去找一些 像跑外卖啊 这样的工作 不是让我输了 就可以做到的 小颜的这番话 令人忍俊不禁 父亲为他就业 创造各种条件就算了 他还希望父亲 给他找到一个满意的职位 这样的摆烂方式 让老颜实在难以接受 老颜告诉我们 儿子结婚已经六年 但是加起来的工作时间 才一年不到 除了他们资助 一直是儿媳 在默默支撑这个家 眼下 连儿媳 也已经忍无可忍 儿媳妇也过不下去 对 老就会坚决离问题 而且我非常不错 家里所有人 对小颜 都既失望又绝望 然而小颜 却不认为 这是自己的错 我觉得是我父亲 有责任 我的父亲 他做很多生意的时候 他也从来不考虑 我们家人的意见 我就哪怕自己 再努力地挣钱 也不能弥补 我父亲的失误 所造成的损失 父亲到底做错了什么 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让小颜 彻底失去了工作的动力